再来这个泰山第一 泰山第一叫泰山王 这个地方是用泰上老经的泰 那么在伊利宝钞里面 他是用泰国的泰 泰山王 泰山王 这个地方又称泰山王 他是明记十王的第七王 他据说是一修十王生七经 地藏十王经等所举的 此王这位明王 他的本地 本地就是他的阴地 为药师如来 你看这个药师如来 到幽民法界 四线成第七王泰山王 这个第七殿的泰山王 是决定罪人牲畜的名官 那么这个第七王 坐前有通往地义 恶鬼畜生 修罗 人间 天上等六道门 那么 王者 在七七四十九天 中阴身板的时候 中阴身就是 人死掉以后离开这个肉体 到下一世 还没有转生以前 这个构成叫中阴身 就像我们说 这一栋房子到另外一栋房子 这个中间这个构成叫中阴身 这个中阴身 这个中阴身 他本身 在七四十九天 中阴身满 就是要准备去转生 要投胎了 过这个岸铁手 到泰山王殿 就决定 他将来要投胜到哪里去 就要经过这个第七殿 泰山王这里 那么 但是在一般民间的信仰中 认为王者还是要经过 第八殿 第九殿 第十殿 等三殿的审判 才能脱胎转世 江一子老师 有画因果图鉴 还有第一变相图 世文 里面 也有画到第七殿的泰山王 此殿 师长焦肉大第一 就在生前 他造了杀道 或者邪见邪行 饮酒 妄宜等夜 而且没有任何忏悔 那么这个人 身体败坏之后 都到这个第七殿 大第一来 此殿 火烧无有一链间断 要夜尽 才可以解脱 要夜尽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以三百世中 度恶鬼 两百世中度畜生 才可以得人生 都是在生前怎么样 在生前对父母不生敬重 无惨无产无亏 无羞无痴 他得人生的时候 吃东西跟狗一起 见肉与果实同行 所主粗略 长衣踏实 一生没有福德 没有福德 所以这个第七殿 泰山王 在这边讲的 就是要转生的地方 是经过第七殿